霓串 今秋 雪颜 院长 拜见前辈 在下持秋白跟静秋一起 特来邀你加入水源道观 这是我们的招募条件 我不在这几年 雪英领多受你们二位照顾 大恩不言谢 日后若是有什么我能做的 定当安前马后 太客气了 水源道观辖区范围 是北方无省 雪英领也在其中 举手之劳而已 你若是能加入的话 谭兄 迟老弟 我没有打搅到你们吧 你还带着女弟子来招人呢 施美人计可不行啊 谭兄还是这么爱说笑啊 我不过是带着静秋 来会会好友嘛 小兄弟 你就是东坡雪英咯 参见前辈 不错不错啊 一看就是个好苗子 我是海神宫的坛石 人称左丘骑士 居然被抢先了一波 来来来 快看看我们的招募清单 觉得保护不够 我再给你嫁 我说怎么刚一见面就觉得咱俩有缘 感情你也修炼过天水柱啊 谭兄啊 这就开始套进屋了啊 我可不是乱说的啊 天水柱乃是我们海神宫的斗气法门 我还能感觉错了不成 前辈果然是前辈 一搭手就能感觉出来 我修炼的斗气法门 晚辈佩服 看样子 你是得了我们某位长老的亲船 修炼得很是扎实嘛 快不得 我之前还在想 怎么会有人能同时掌握万物火和万物水 原来是得了海神宫的真传 两位 长风 坐车 我还琢磨其他超凡组织会派谁来 看情都是老熟人啊 我得事先提醒你们啊 这次我志在必得咯 小老弟 可以啊 还没加入超凡组织呢 就先修炼海神宫的斗气法门啊 哎呀我们海神宫的长老们大度随性 最喜欢四方游走广结善缘 碰到看得顺眼的后上便传上一两门功法 再正常不过了 哎呀老谭 啊 光靠这么一门斗气法门你就志在必得了 我们血刃酒馆的秘术可都是从神界流传下来的 哦 小老弟要是愿意来 别的不敢说 神级秘术 管高 诏人这种事 讲究的是投缘二字 当然不能光靠斗气法门了 哎 我都听说了 你有两位兽人族的叔叔对吧 是 而且童三叔和前辈您一样 也是诗人 你们看 这就叫缘分 雪莹 我们海神宫 也有不少兽人族超凡前辈留下的秘术 回头我挑上一两门 送给你的两个叔叔啊 多谢前辈有心 晚辈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哎 不用什么客气 不是说了吗 我们海神宫就喜欢广洁善缘 领主 各位大人 什么事 黑白神山和云雾城的前辈也来了 来人自称是赫山主和布城主 啊 好 乖乖 老大亲自出马了 这 这过分了吧 我们赶紧去拜会吧 别失了礼数 我的妈呀 一屋子超凡 这一回可算是打开眼界了 可只是你开了眼界 我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超凡 同 红总管 好好站岗 别给咱们雪莹领揪人 是 咱们真不进去了 我们该进的礼数都尽到了 剩下的事情让雪莹自己决定吧 嗯 雪莹这孩子懂事 以前她怕我和童三担心 事实都自己拦着 从未吭声 现在你和小玉回来了 以后她的心事 我想再也不用憋在肚子里了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不撑住 你们这个条件开得有点犯规了 我都把招募条件翻倍了 还不抵你开架的三分之一 快 您这是逼我请夜眉大掌柜了 哪儿的话呀 我们云雾城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优势 就是财力雄厚嘛 单子上没有列的神器 秘法 雪莹有想要的 也可以尽管开口 无论价值几何 我们都能满足 不成主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绝大多数的时候 还真是 不成主 说句冒犯的话 捍卫对神明的信仰 才是我等超凡该走的正途 我相信雪莹不会只为了些许宝物 就选择加入贵组织的 是不是 雪莹 神殿长老说起话来利益就是高啊 不过修行这种事情 可不是靠信仰来支撑的 讲究的还是一个自由随性 对吧 雪莹小弟啊 我们海神宫虽然没有神级秘术 但没啥束缚 管他信不信仰的 提升自己的修为才是正经事 你已经掌握了天水柱 来我们海神宫继续修行 绝对能事半功倍 别听他呢 去了海外的荒唐 人生还有什么乐子 来我们雪莹酒馆 随性而为 黑白通吃 游戏人生 岂不快在 游戏人生可不行啊 多少人就是因为肆意妄为走上邪路 堕入了魔神会巫神殿 那是要成为下族罪人的 赫山主 虽然您是前辈 但您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 怎么就是罪啊 各位各位 咱们既然都已经见过雪莹了 也都开出条件了 不如缓上一缓 让她好好想一想吧 我们也不急在这一时吧 雪莹 别挺她的 来我们这儿吧 我们的神机秘术 是最好的 来我们海神宫多自由啊 来雪莹酒馆 来海神宫 雪莹酒馆 怎么 年轻人得规划好自己的未来 我为啥好讨历她 来海神宫 我们海神宫